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废人 今天要来介绍暗黑破坏神永生不朽到底要 玩什么东西 因为毕竟暗黑破坏神本身是一款打宝游戏嘛 那今天他既然有了伤城,伤城的东西也会影响强度 那么我们玩 还有什么打宝乐趣呢 首先这里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是伤城影响的主要是传说宝石 但是传说宝石目前只有五星特别难取得 但无课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取得 就是你自己运气够赛 就有办法取得 而且那个赛你要说真的几率很低吗 单纯就只是 因为取得的高级文石数量比较少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在 4.5%的几率 我们就先不考虑五之五星的传说宝石 单纯就是五星宝石的话 其实那个几率真的在 需要抽的游戏里面 不算低了啦 至少他还是有保底就是了 如果你真的真的 就是 这里先讲一下 就如果你真的是 课金玩家 你又不想要赌的话 其实你可以来市场买 就是 来市场直接跟别人买 打到的传说宝石 那么 要用白金买 白金每天结每日任务 也有300白金 所以就算是无课也是可以累积白金 那么像这一种 就是这个商城就有卖的 32,000白金 大概就等于是3200赚 3200赚就等于20文石 也就是20颗文石 你就可以拿到一颗 那其他的 可以根据能力 有一些价格会比较贵 但是 基本上来说 你如果 想要直接买特定的宝石 2之5星的 传说宝石的话 其实都可以在 50颗高级文石内的价格就买到 这个就看个人吧 目前看到像这种 4之5星的 10万其实算是便宜啦 我有看到一些放到 特别贵的 甚至有看到 20几万 这个 看这个是17万 就看个人吧 我觉得到时候 科长可能 反而会变成 从 拍卖直接拉 也说不定 因为毕竟5之5的 几率实在太低了 能够有4之5 其实就已经不错 那能够先跳到 自己想要的宝石去养 他们花的高级文石 打到传说宝石 应该就拿去当肥料 直接把他伸上去吧 我觉得这样可能性 比较高 好回到我们 吊宝的部分 传说宝石 我们要的 其实不是他的能力 能力是要啦 我们是要他的能力 没错啊 但是他这个能力 例如说像加攻击力 来说好了 其实你一个 2等的2星宝石 就已经赢过一个 2之5星 然后就1等的传说宝石了 所以这个能力的部分 真的就是看需求 那传说宝石能力算也很强 但很多触发型能力是20秒触发一次 所以你要说他影响你整个战局关键吗 其实那不是关键 重点是这个共鸣 因为共鸣会提升你的总装备数值能力 而共鸣就要看你的宝石 像我这个1星的传说宝石 2等 他只给30共鸣而已 所以他那个1颗的共鸣就比我高 当然如果升上去的话 共鸣会更多 只是像是5星的传说宝石你升2等 你就需要50个碎片才可以升了 但是像是1星的宝石你升2等只需要一个碎片 2星的宝石升2等你只需要5个碎片 所以那个碎片需求量很大 如果你不是大科玩家 我也不建议你去 特别拼5星宝石 因为 5星宝石你也根本养不上去 主要就是在共鸣部分 但因为共鸣它提升的是你的 装备以及道具的基本能力值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基本能力值还是要够高 堆叠上去才会高 那以现在课长来说的话 他们最高大概就是目前知道可以有提升到100% 但那个是超级大科 几乎把游戏里面能克的东西都克到满满满的 那才可以到 100% 而且在战场的时候这个数值会只剩下10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他100%只提升 10% 像我这个 11.25% 在战场面只提升1.25%而已 等于有跟没有一样 所以能够决定你的 战场强度的 关键还是你的装备好不好 那装备只能靠自己打 他也不能交易 甚至 你不同的分身打到的装备放在 保管所是不能够直接转移的 所以全部靠自己打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决定自己打到的宝物好 当然游戏里面因为有战力系统 所以他还是会根据战力直接帮你做推荐 但是 毕竟这是一个配装游戏 你战力高不代表符合你的玩法 那么我们要打当然是传说以及套装 这两个东西 传说 只要你在30等以上 就有机会掉落 不管是野外 副本 甚至是任务 都有机会拿到 目前 拿到传说机率最高的 根据我个人测试 是这个 怪物之书 怪物之书的任务 是你每天 可以去 野外打 其实 只要野外打怪都会掉落 就掉这个 怪物的精髓 打10个以后就可以交给怪物之书去收集图件 每天会有三次的任务 这三次任务完成经验值很多之外 还会有机率拿到传说 我最多有一次任务给两个传说过 那再来当然 打野外小怪其实也会掉 而且掉落机率也没有特别低 副本什么都会掉 所以 传说基本上算好打 但是 好打是一回事 掉的好又是另外一回事 装备的能力值主要区分为 能力值以及魔力 这两个部分 下面这个是传说能力 传说能力因为可以靠精髓继承 所以你只要打到过这件传说 你就不需要去烦恼 传说能力了 强化能力的话是靠 你去堆肥料就堆上去的 也可以转移 所以强化能力 其实 只要你一只龙怪 也不是问题 我们要打的是能力值 以及魔力这两个东西 能力值的属性类型 不需要去担心 因为 他不会给你无用的属性 像他五个属性里面 都会给你有用的四个 剩下精力跟智力 是根据你的职业会给不同的 法师你就不会拿到精力 然后像是野蛮人 你就不会拿到智力 剩下的不管是忍耐力 生命力 意识力 其实他们都会提升攻击力 就是突然攻击力以外 还有额外提升一项能力 所以我们要的是总数值高 比较优先 其次才是特定的能力 例如说如果你不想要特别称生命值的话 你会觉得称生命值比较没有用 我可能想要称能耐力 我想要称 视力去增加更高的伤害 那这时候你才需要去挑特定的数值 传说的话他会一定给你两项能力值 但是他后面的数值不一定会比较强 例如说好像我这一件 我这件是在 我这件是在巅峰2等的时候打到的 那他能力值是2727 但我这件是在60等的时候就打到的 还没有巅峰等级的时候 而他能力是30加29 所以这一件的能力还比这件高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要的是能力值总和高 那再来第2个我们要挑的就是魔力 魔力的话如果是金色装备只会有一条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特别挑 主要是我们要的是传说装备 传说装备 目前我知道的资讯是最多会有3条魔力属性 只是我目前没有打到过3条的 我都有打到过2条的魔力属性 而魔力属性其实都是被动能力 这些能力会完全影响到你的build 例如说像我这个头盔 对我就超级没有用 因为我是主打技能 我都没有在用主攻击 但这个头盔是我的主攻击会让敌人的回复减少 以及我的主攻击伤害增加 但我完全没有在用主攻击 所以这个头盔对我来说就很没有用 可是如果是武神用就蛮有用的 我真的是4.5% 但是他也是会有浮动值 例如说我也有拿到过6%过的 而每个属性都不一样 例如说像这我只有一条 那他是技能伤害增加4% 对我就很有用 那我要凑的就会是技能伤害增加 所以像这个头盔 其实他两条属性战力比较高 但对我法师的build就 没有那么大的用途 再另外一个就是套装 那套装因为我现在只有任务送的 所以他任务送的可能就只是送最烂的 只有一条而已 套装一定要在地狱以上才可以打得到 也就是你要在 60等以后 而且 我现在一直没有去打的原因就是因为 打套装你一定要组队去打 掉落地点主要是在 这些 像这几个 这些都是剧情的副本 我们可以一个人单人打 就可以结任务 像这每日任务 你单人就可以打就可以结 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到这个套装的话 他难易度一定要在地狱1以上 那地狱1的话限定你一定要两人组队才可以地狱1 所以这才是我现在一直在等台版的原因 因为日版 虽然我有跟人组队过啊 但就是 直接用 队伍配队 然后配到人以后 也没有讲句话 就是默默的打 打一打以后 最后大家就离队 然后就散掉 就 没有 互动 我看得出来他也是无课玩家 但 双方配合默契还不错 他5声把怪兽卷进来 然后我法师 放一起就清掉 只是没有打到套装 就是了 那套装的话我相信他的属性如果按照跟 之前D3一样的话 他应该也是会有三条魔力 所以光是这一些我们要打就可以 打很久了 套装的副本 每天也没有限制刷的次数 所以你只要有朋友可以陪你一起刷 你要一天刷10场20场50场甚至100场都没问题 其实暗黑本来就是 都在刷这个随机属性 就像 我们以前在玩D2的时候 你把属性最烂的峰之力跟属性最顶的峰之力 两个就是天差地别 所以这就是 这款游戏目前主要的 打保目标 至于我们拿到这么强的装备 要去做什么呢 如果你不打PVP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 其实最大的目标就是 去挑战 大秘境 还有 八人副本 大秘境就是这里 就这个排名 最近都在练五帧 所以现在排名掉下来变到87 他排名是根据各职业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其他职业不平衡的问题 课越多当然就 越有机会打上去了 再来另外一个 最难的 其实就是这个八人副本 以我现在无可来说的话 第一个难度已经打过 但第二个难度 目前就有困难 可是因为打过高难度 也只是让你多拿这个 道具而已 即使你打过的 低难度 副本重置 还是可以继续打 所以也不用担心 之后就没有入手管道 那第一次通关主要是先拿到这个 任务道具 那这个是一个 持续强化用的 物品 所以至少要可以 打过最低难度 但最低难度 其实 只要无可玩家 等级有电上去 一定打得过 所以这个不太需要担心 那后面的几个 都还没有开 也可能要等到我这里 打过去吧 那这个真的就是 给PVE玩家去挑战合作的 地方了 至少有一个 提升的目标 因为毕竟我重点不在PVP 而且 PVP花钱真的 影响没有那么大 现在在战场里面看到 科长一点都不会怕 比较怕的是遇到猪队友 因为毕竟是 团队8对8的合作 而且又是MOBA类型的 那个猪队友比较可怕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